準備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acy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第一集的Hilti Live 終於來到我們第一集 我們再等多些觀眾進來 開始有些觀眾進來了 Hello 你們好 我叫Tracy 今天我們第一集的Hilti Live 多謝你們收看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出過一段簡介 就說我們接下來會有Hilti Live 也收到很多觀眾的Inbox 告訴我們 都想知道多些我們的無線工具和電池的資料 所以我們第一集就會介紹大家 我們的22W的電池 好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慢慢走過去 看看我們的電池和無線工具 看到多了很多觀眾 我應該可以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 好 其實我們Hilti的22W電池有四款 好了 我們可以慢慢看看 我們就有這個2.6 我們新出的4.0 和大家比較常用和常見的5.2 還有最新出的8.0的電池 這四款的22W電池 全部都可以用在我們22W的工具上面 包括大家看到的電轉 磨機 電批 以及燈 其實全部都通用 全部都可以用到 而今天最主要是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新出的8.0的電池 這個我會由外殼開始講起 其實我們Hilti的電池 和外面其他牌子比較 我們的外殼是用纖維外殼的 相比其他那些的塑膠外殼 就會更加堅固一些 以及有整四倍的抗跌功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想拆開這塊電池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我看見好像有人Typing 我們再等一會看看可以打有沒有 是真的沒有的 因為我想正常師傅都不會拆開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所以我今天會拆給大家看的 對了 就是這樣 我想大家都是沒見過的 大家看到我們Hilti的電池零件 是完全密封的 對 PCB版我們是有製造的 可以更加保護到電池 令到舊電池會更加耐用一些 好了 可能很多師傅都說 Hilti電池我一直都有用 不過我是用5.2的 其實5.2和8.0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5.2 8.0 8.0比5.2重一點 但它的電量是多80% 除了電量之外 其實8.0配合我們的磨機或者風車鋸 去使用的話 效果是更加明顯更加好 你會感覺到速度是快了 以及減速那一刻的力都會大了 相信講到這裡 其實很多師傅都會說 很想看看是否真的有分別 所以下一集 我會到工地去找師傅試試效果 大家到時記得看 到時我會用8.0和5.2電池 配合我們的5寸磨機 一起試試效果給大家看 到時記得看 好了 講完電量和力量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8.0電池的技術 以及市面上電車的電的技術是一樣的 所以整個電池的性能是會提升了的 其中包括裡面的溫度控制 8.0它運轉的溫度比起5.2運轉的溫度 是可以保持著低30度 變成它就可以減少停機的情況 好了 我講了這麼多 其實總括而言 其實8.0電會比較適合一些客人 他們說很難找到充電位 很難去充電 例如有些師傅 他們早上就會拿到工具上樓做事 未到吃飯時間 其實他們都不會下去架布 因為其實上上內外 都花了很多時間 而且會比較辛苦 這個情況 8.0便可以幫到你們 而相反 有些師傅說 其實我做事那裡旁邊已經可以充電了 而且我覺得5.2已經很足夠 這個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覺得適合你心水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我們有四款不同的二屋電池 總有一款適合你用的 好了 今天我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隨時在下面留言 或者inbox告訴我 我會回覆你們 還有記得收看我們下一集的Hilti Live 拜拜